那是因为 你不知道技术 最终能具有什么样的力量 小虫子 小小的虫子 你不知道 神的语气变得父亲般的温柔 但潜藏在身处阴冷的沙气 让依依不寒而栗 神说 看着太阳 依依按神的话做了 这是位于地球和火星轨道之间的太空 太阳的光芒 使它眯起了双眼 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神问 绿色 话音刚落 太阳变成了绿色 那绿色妖艳无比 太阳仿佛是一只 突然浮现在太空深渊中的猫眼 在它的凝视下 整个宇宙都变得诡异无比 大牙爪子一颤 把一一掉在平面上 当理智稍稍恢复后 它们都意识到另一个 比太阳变绿更加震撼的事实 从这里到太阳 光需行走十几分钟 但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 半分钟后太阳恢复原状 又发出耀眼的白光 看到了吗 这就是技术 使这种力量 使我们的种族 从海底浴泥中的鼻涕虫变为神 其实技术本身 才是真正的神 我们都真诚地崇拜他 一一眨着昏花的双眼说 但神并不能超越那样的艺术 我们也有神 想象中的神 我们崇拜他们 但并不认为 他们能写出 李白和杜甫那样的事 神冷笑了两声 对一一说 真是一只 无比固执的虫子 只是你更让人厌恶 不过 为了消遣 就让我来超越一下 你们的矩阵艺术 一一也冷笑了两声 不可能的 首先你不是人 不可能有人的心灵感受 人类艺术 在你那里 只是石板上的花朵 技术 并不能使你超越这个障碍 技术超越这个障碍 一如反掌 给我你的基因 一一不知所措 给神一根头发 大牙提醒说 一一伸手拔下一根头发 一股无形的犀利 将头发细向球体 后来 那根头发 又从球体中 飘落到平面上 神只是提取了 发根带着的一点皮屑 球体中的白光 涌动起来 渐渐变得透明了 里面充满了清澈的液体 扶起串串水泡 接着 一一在液体中 看到了一个 蛋黄大小的球 她在涉入 夜球的阳光中 呈淡红色 仿佛自己会发光 小球很快长大 一一认出了 那是一个 全屈着的胎儿 她种种的双眼紧闭着 大大的脑袋上 交错着红色的血管 胎儿继续成长 小身体 终于生长开来 像青蛙似的 在夜球中游动着 液体 渐渐变得浑浊了 透过夜球的阳光 只映出一个模糊的影子 看得出那个影子 仍在飞速成长 最后变成了一个 游动着的 成人的身影 这时 夜球又恢复成 原来那样 完全不透明的白色光球 一个赤裸的人 从球中掉出来 落到平面上 一一的克隆体 摇摇晃晃的 站了起来 阳光在她 湿漉漉的身体上闪亮 她的头发和胡子老长 但看得出来 只有三四十岁的样子 除了一样的精兽外 一点也不像依依本人 克隆体 将将地站着 呆致的目光 看着无限远方 似乎对这个 她刚刚进入的宇宙 浑然不知 在她的上方 球体的白光再暗下来 最后完全熄灭了 球体本身 也像蒸发式地消失了 但这时 依依感觉什么东西 又亮了起来 很快发现 那是克隆体的眼睛 他们又呆滞 突然充满了 智慧的灵光 后来移植到 神的记忆 这时已全部 转移到克隆体中了 冷 这就是冷 一阵清风吹来 克隆体双手 抱住湿乎乎的双肩 浑身打颤 但声音中 充满了惊喜 这就是冷 这就是痛苦 精致的 完美的痛苦 我在心肌间 苦苦寻觅的感觉 尖锐 如洞川时空的 石为弦 金银 如泪心体中心的 纯能钻石啊 哈 它伸开 皮包骨头的双臂 仰望银河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宇宙之 一阵冷战 使克隆体的牙齿 咯咯作响 赶紧停止了 出声演说 跑到冯化口边 烤火了 克隆体把两手 放到冯化口的 蓝火焰上烤着 嘟嘟嗦嗦地对 依依说 其实 我现在进行的是 一件很普通的操作 当我研究和收集 一种文明的艺术时 总是将自己的记忆 借促于 该文明的 一个个个体中 这样才能保证 对该艺术的 完全理解 这时 冯化口中的 火焰亮度俱增 周围的平面上 也涌动着 各色的光运 使得 依依感觉 整个平面 像是一块 漂浮在 火海上的 毛玻璃 大牙低声 对依依说 风化口 已转换为 制造口了 神正在进行 能导致的转换 看到依依 不太明白 他又解释说 傻瓜 就是用 纯能制造物品 上帝的活迹 制造口 突然喷出了 一团白色的东西 那东西在空中 展开 并落了下来 原来是一件衣服 克隆体 接着衣服 穿了起来 依依看到 那竟是一件 宽大的 唐巢古装 用雪白的丝绸 做成 有宽大的 黑色香边 刚才 还一副 可怜像的克隆体 穿上它后 立刻显得 飘飘欲仙 依依实在 想象不出 它是如何 从蓝火焰中 被制造出来的 又有物品 被制造出来 从 制造口 飞出一块 黑色的东西 像一块石头一样 咚地砸在平面上 一一跑过去 拾起来 不管它是否 相信自己的眼睛 手中拿着的 分明是一块 沉重的石焰 而且还是冰凉的 接着 又有什么 啪地掉下来 一一拾起 那个黑色的条状物 它没猜错 这是一块墨 接着 被制造出来的是 几只毛笔 一个笔架 一张雪白的宣纸 从窝里飞出的纸 还有几件 古色古香的 暗头小食品 最后制造出来的 也是最大的一件东西 一张样式 古老的书案 依依和大牙 忙着把书案扶正 把那些小东西 在暗头摆放好 转化成 这些东西的能量 足以把一颗 行星炸成碎墨 大牙对依依耳语 声音就像发颤 克隆体走到书案旁 看着上面的摆设 满意的点点头 一手理着 刚刚干了的胡子说 我 李白 依依审视着克隆体问 你是说 想成为李白呢 还是真把自己 当成了李白 我就是李白 超越李白的李白 依依笑着摇摇头 怎么 到现在你还怀疑吗 依依点点头说 不错 你们的技术 远远超过了我的理解力 这与人类想象中的 神力和魔力无异 即使是在诗歌艺术方面 也有让我惊叹的东西 跨越如此巨大的文化 和时空的鸿沟 你竟能感觉到 中国古事的内涵 但理解李白是一回事 超越它又是另一回事 我仍然认为 你面对的 是不可超越的艺术 克隆体 李白的脸上 浮现出高深莫测的笑容 但转瞬即逝 她手指书案 对依依大喝一声 言没 然后静止走去 再几乎走到了 平面边缘时站住 离着胡须 遥望星河沉思起来 依依从书案上的 一个紫沙湖中 想咽上倒了一点清水 拿起那条墨 沿了起来 她是第一次干这个 笨拙地 斜着墨条 抹边角 看着眼中 渐渐浓起来的墨汁 一一想到自己 正身处 距太阳 1.5个天文单位的 茫茫太空中 这个无限薄的平面 即使在刚才 有纯能制造物品时 从远处看 它仍没有厚度 仿佛是一个 漂浮在宇宙深渊中的舞台 在它上面 一头恐龙 一个被恐龙 当作肉食加禽饲养的人类 一个穿着唐朝古装的 准备超越李白的技术之神 正在演出一场 怪诞到极点的话剧 想到这里 一一摇头哭笑起来 当觉得墨远的差不多了时 一一站起来 同大牙一起等待着 这时平面上的清风 已经停止 太阳和星河 静静地发着光 仿佛整个宇宙都在期待 李白尽力在平面边缘 由于平面上的空气层 几乎没有散射 它在阳光正的明暗部分 极其分明 除了李胡须的手 不时动一下外 简直就是一尊石像 一一和大牙等啊等 时间在默默地流逝 书岸上 占满了墨的毛笔 渐渐有些发干了 不知不觉 太阳的位置已移动了很多 把他们和书岸 飞船的影子 长长地投在平面上 书岸上平铺的白纸 仿佛变成了平面的一部分 终于李白转过身来 漫步走回书岸前 一一赶紧把毛笔 重新占了墨 用双手递了过去 但李白抬起只手回绝了 只是看着书岸上的白纸 继续沉思着 她的目光中 有了些新的东西 一一得意地看出 那是困惑和不安 我还要制造一些东西 那都是易碎皮 你们去小心接着 李白指了指制造口说 那里面本来也暗淡下去的蓝燕 又明亮起来 一一和大牙刚刚跑过去 就有一股蓝色的火蛇 把一个球形物推出来 大牙眼急手快地接住了它 细开是一个大坛子 接着又从蓝燕中 飞出了三只大碗 一一接住了其中的两只 有一只 摔碎了 大牙把坛子抱到树岸上 小心地打开封盖 一股浓烈的酒杯咽了出来 它与一一惊奇地对视了眼 在我从吞噬帝国 接受到的地球信息中 有关人类酿造业的资料不多 所以这东西造的不一定准确 李白说 同时指着酒坛 事宜一一尝尝 一一拿碗 从中咬了一点 抿了一口 一股火辣 从嗓子眼流到肚子里 它点点头 是酒 但是 与我们改善肉质喝的那些相比太烈了 晚上 李白指着书岸上的另一个空碗说 待大牙倒满烈酒后 端起来 咕咚咚一仰而尽 然后转身再次向远处走去 不舍走出几个不太稳的五步 到达平面边缘后 又站在那里对着心喊深思 但与上次不同的是 她的身体有节奏的左右摆动 像在喝着某首听不见的曲子 这次 李白沉思的时间不长 就走回到书岸前 回来的一路上全是五步了 她一把抓过一一 跌过来的笔扔到远处 晚上 李白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空碗说 一小时后 大牙用两个大爪小心翼翼地 把烂嘴如你的李白 放到一清空的书岸上 但她一翻身又咕噜下来 嘴里嘀咕着恐龙和人 都听不懂的语言 她已经红红绿绿地吐了一大摊 真不知是什么时候 吃进了这些食物 宽大的古符上 也吐得脏污一片 那一摊呕吐物 被平面发出的白光透过 形成了一幅很抽象的图形 李白的嘴上黑乎乎地全是墨 这是因为在喝光第四碗后 他曾试图在纸上写什么 但只是把占宝墨的毛笔 重重地戳到桌面上 接着李白就像初学书法的小孩子那样 试图用嘴把笔里顺 尊敬的神 大牙扶下身来 小心翼翼地问 我一卡他 卡一我 李白大着舌头说 大牙站起身 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对一一说 我们走吧 一一所在的饲养场 位于吞食者的池道上 当吞食者处于太阳系那层空间时 这里曾是一片夹在两条大河之间的美丽草原 吞食者航出木星轨道后 严冬降临了 草原消失 大河风动 被饲养的人类都转到地下城中 当吞食者受到神的召唤而返回后 随着太阳的临近 大地回春 两条大河很快解冻了 草原也开始变绿 当气候好的时候 乙姨总是独自住在河边 自己搭的一间简陋的草棚中 自己种地过日子 对于一般人来说 这是不被允许的 但由于依依在饲养场中 讲述的古典文学课程 有陶冶性的功能 她的学生的肉 有一种很特别的丰富 所以恐龙饲养员 也就不干涉她了 这是依依与李白初次见面 两个月后的一个黄昏 太阳刚刚从吞食帝国 平直的地平线上落下 两条映着晚霞的大河 在天边交汇 在河边的草棚外 微风把远处草原上 欢舞的歌声隐隐送来 一一独自一人 自己和自己下围棋 抬头看到李白和大雅 沿着河岸向这里走来 这时的李白 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她头发蓬乱 胡子老长 脸晒得很黑 左肩背着一个粗布包 右手提着一个大葫芦 身上那件古装 已破烂不堪 脚上穿着一双 已磨得不像样子的草鞋 一一觉得 这时的她倒更像一个人了 李白走到围棋桌前 像前几次来一样 不看一一一眼 就把葫芦重重地 向桌上一放 说玩 但一一拿了两个木碗后 李白打开葫芦盖 包两个碗里倒完酒 然后又从布包中 拿出一个纸包 打开来 一一发现 里面竟放着切好的熟肉 并闻到扑鼻的香味 不由拿起一块嚼了起来 大牙只是站在两三米远处 静静地看着他们 有前几次的经验 她知道他们俩又要谈食了 这种谈话 她既无兴趣 也没资格参与 好吃 一一赞许地点点头 这牛肉也是纯能转化的 不 我早就回归自然了 你可能没听说过 在距离这里很遥远的一个牧场 饲养着来自地球的牛群 这牛肉是我亲自做的 是用山西平咬牛肉的做法 关键是在炖的时候放 李白凑到一一耳边 神秘地说 尿茧 一一迷惑不解地看着她 哦 就是人类的小便 蒸干以后 吸出的那种白色的东西 能使冻好的肉 外观红润 肉质鲜嫩 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这尿茧 也不是纯能做出来的 一一恐惧地问 我说过 自己已经回归自然了 尿茧 是我费了好大劲 从几个人类饲养场 收起来的 这是很正宗的民间烹饪记忆 在地球毁灭前 就早已失传 一一已经把嘴里的牛肉 咽下去了 为了一直呕吐 她端起了酒腕 李白直指葫芦说 在我的指导下 吞噬帝国 已经建起了几个酒厂 已经能够生产地球中 大部分名酒 这是他们酿制的 正宗的竹叶青 是用粉酒浸泡逐一而成 一一这才发现 碗里的酒 与前几次李白带来的不同 呈脆绿色 入口后又甜甜的药草味 看来 你对人类文化 已了如指掌了 一一感慨地对李白说 不仅如此 我还花了大量的时间 亲身体验 你知道 吞噬帝国很多地区的风景 与李白所在的地球 极为相似 这两个月来 我浪迹于这山水之间 饱览美景 月下引起有山巅饮食 还在遍布各地的人类 饲养场中 有过几次艳遇 那么 现在总能让我看看 你的诗作了吧 李白呼地放下酒碗 站起身 不安地躲起步来 试作了一些诗 而且是些肯定让你吃惊的诗 你会看到 我已经是一个很出色的诗了 甚至比你和你的祖爷爷都出色 但我不想让你看 因为我同样肯定 你会认为那些诗 没有超越李白 而我 他抬起头 遥望天边落日的余晖 目光中充满了迷离和痛苦 也这么认为 远处的草原上 舞会已经结束 快乐的人们开始丰盛的晚餐 有一群少女向河边跑来 在岸边的潜水中洗洗 他们头戴花环 身上披着薄雾一样的青纱 在暮色中构成一幅醉人的画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